当年即使赔款900万也要收付的伊犁河谷 对我国究竟多重要 伊犁河谷地区不仅拥有优美的风景与丰富的资源 更是我国的战略要地 清政府时期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为了赎回这一地区 甚至花费了900万卢布 将其从沙俄手中买回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1.费尽心思都要收回的伊犁河谷 伊犁河谷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角 包括伊宁市、霍尔谷斯市、可克拉达市、伊宁县、尼勒克县、新远县、贡流县、特克斯县、赵苏县、查布查尔县和霍城县 伊犁河谷东西长360公里 南北最寒处275公里 面地5.64万平方公里 人口232.56万 伊犁地区在19世纪60年代 因为人民反抗清政府的统治 因此这一地区陷恶动荡 1868年 沙俄趁机在伊犁的周围区域驻扎了军队 并且逐步渗透将区域范围扩大化 经过了多次的冲突与谈判后 沙俄侵占了我国的伊犁河谷 并且开始了长达10年的殖民统治 在沙俄统治期间 伊犁地区原有的行政建制都被废除掉了 还强迫此地原住民更换居住地 为了强化在此地的殖民统治 清政府派奖官员进入伊犁地区都遭到了沙俄的强力限制与阻挠 为了将其收复 清政府与沙俄进行了多次谈判 但均已失败告终 1880年 左宗棠筑捷哈密 经过艰苦奋战 伊犁地区最终在1881年被左宗棠成功的收复 伊犁地区的部分地区被沙俄归还了 但是仍然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摘赃湖以东的版图 另外沙俄还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 根据条约中国需要支付沙俄900万卢布 二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自然资源 地处亚洲中心与中国西北地区的伊犁河谷 是连接中国内地通往中亚地区的通道之一 从古代开始伊犁河谷就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的中央枢纽 它处于喀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之间 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边缘地带 其地理位置可以说是我国西北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 为建设新疆巩固国防发挥了极大作用 伊犁河谷不仅地理位置具有优越性 这里的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 因为这里气候温和、水土肥沃 所以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都非常的适合 这一地区的东部都被高大的山脉给封闭起来 所以来自大西洋的湿润空气在此地被成功阻挡 因此形成了丰富的降水 降水量丰富的区域甚至高达1000毫米 因此伊犁河谷是我国新疆乃至中亚地区 降水量超过400毫米的少数地区 另外一位天山山脉的冰雪溶水 也是伊犁河谷水资源丰富的原因之一 因这里有丰富的水资源 使伊犁河谷成为新疆最重要的粮食、油料、畜牧、甜菜、亚麻、水果生产基地 另外伊犁河谷的矿产资源急剧开发潜力 已发现矿种9类86种 其中皮、白云亩、甲长石储量居全国之手 铜、铅、硫铁矿、骨等23种矿产储量居新疆之手 煤炭原金储量约为4771亿吨 伊犁河谷的农牧业与矿产资源 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3. 领土完整 不容侵犯 领土的完整是一个国家民族尊严与自豪感的重要体现 伊犁河谷在我国的历史上曾被外祖侵占过 但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耻辱 所以伊犁河谷的收复对我国来说 就是将民族尊严给捍卫住了 领土的完整性对于我国的安全与稳定来说 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伊犁河谷收复后 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御性被加强了 也有利于我国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维护 如今的伊犁在国家的领导与支持下 积极地参与了我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更是成为我国去往中亚与欧洲地区贸易物流的重要节点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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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下来